今天想带大家来逛逛我们这儿一家提特的连锁批发超市 它在日本有800多个分店 既可大量批发 也可面向个人零售 瞧 店内也是这么拥挤不堪 墨路上都摆满了商品 这家店除了便宜之外 迎接了世界各国的酒类调味料 而且各类食品非常齐全 我可告诉你啊 别看他外观看得这么寒酸 他的绝大部分忠诚粉丝 都是持家高手的日本主妇哦 这袋100克的粉丝 人民币3块 200克一袋的裙袋菜 14元 日本甲州天然水 1瓶 3块 这里的零食 价格便宜得惊人 所有都是3块均一 这是我常吃的潤壶糖 油炸煎饼 这里的零食都是4块一袋 来看看大米吧 10公斤一袋的台湾米 129元 10公斤一袋的日本造金米一袋 134元 北海稻产大米一袋 152元 那是我们家常吃的豆腐一盒 1.7元 这些每次被买的炒面乌冬面 很适合想省钱又想偷懒的妈妈们哦 京都风味的后烧鸡蛋 一袋 8元 这里的调味料应有尽有 也比普通超市便宜得多 这瓶蚝油 13元 一公斤一袋的酸菜 11元 一公斤一袋的甜味大白豆 29元 想过皮蛋豆腐瓶啦 就到这儿来补货 不同口感风味的大容量香肠 这些真宫包装的各类手食是妈妈们的好帮手呢 三袋连在一起的火腿 8块 便宜吧 这里有不同味道的酸奶和各式饮料 中国厂干红枣一袋 500克 23块 这里还有美国进口的坚果 一袋 29元 这些都是日本女性超喜欢的气泡酒 还有男士们喜欢的美酒的 这里的酒类实在太多了 过来看看冷冻蔬菜吧 这些冷冻蔬菜 随便一袋就是500克左右 量多又便宜 对于平时生活忙碌 没有时间做饭的上班族来说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哦 这里还有上百种穆斯林食品呢 四块均一的素溶酱汤 这边还有大容量的肉类农冻食品 包括香肠 种类太丰富了 孩子们特喜欢吃的油炸鸡块 各式正宗中华点心 我喜欢的春卷 这里有各类瓶装下饭菜 价格都不超过十元 我的每顿饭都少不了它 说到各种调味料和油类 无论价格和种类 那么非这家业务超市莫属 日本味噌更是种类齐全 这家超市的面包也非常有人气 当中这款口感松满微甜的特大吐司 非常走窍 还有这些只花三块钱 就能买到的面包片 若是您的话 能不开心吗 你看着我 眼里的柔情让我好困 鸡子一片酱 月明下个蛋 煮的鸡蛋 煮的鸡蛋 半熟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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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过新的鸡蛋 硬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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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付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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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福 福 非常低低 有点免费